一直以来男明星的白发造型几乎都献给了角色 尤其是古装剧或者玄幻剧中仙气飘飘的白发造型不在少数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十位白发美男子 01白发蓝眼睛王子马天宇 马天宇第一次的白发造型给了郭敬明导演的电影换成 在这里他扮演的是一位有着深蓝色眼睛的白发小王子殷空士 对于很多原著党来说 马天宇的这个角色是最容易悔形象的 因为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如果将他翻拍成真人版电影 即使非常贴合角色形象了 但依然会有很多原著党从中挑刺 因此这个角色的演员也会背负许多骂名 但是马天宇的阴空士一出来 不仅没有毁原著 甚至颇受好评 这也让导演演员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马天宇的这个角色刻画得真的很好 完美呈现了小说里阴空士的形象 当小编第一次看见这个剧照的时候 第一眼就被马天宇的阴空士吸引住了 湛蓝的美童也很贴近角色 更重要的是完美贴合了马天宇本人的脸型 白头发的他不仅没有给观众不适感 反而有一种清冷的气质 简直就是阴空士本人了 无论是看一些静态的定档的写真 或者个人照还是动态的电影片段 都可以从马天宇塑造的人物形象 以及神态动作上揣摩出 阴空士的性格特征 不得不说 马天宇将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 才可以受到外界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白发的马天宇可以称得上美男子的称号了 他犹如蓝宝石的深邃眼神 也确实给人一种不识人间烟火之感 可见白头发造型对于马天宇来说是配度很高 完全是梦中情人了 02 静谧的白发仙人张志尧 从看到张志尧白发造型的那一眼开始 毫不夸张地说 小编已经为他沉沦无数遍了 在白发之前他出演的古装剧 都是以飘逸的黑长发式人 只能说张志尧的脸就是为了古装剧 而生的 说不定他前世真的是古代的仙人 从他的长相就看得出来张志尧是比较清秀俊俏的 也非常适合出演一些古装剧 除了经典的黑发以外 张志尧也尝试过新的白发造型 不得不说 配上银白发后的他完全就是紫英真人本人了 这是因为他的长相偏向古典仙人风格 所以配上一些古代特有的银白长发依然没有违和感 就连许多年轻的小姑娘也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可见他的白发造型加上他独特的魅力还是很吸引眼球的 迄今为止 张志尧也有多年出演古装剧的经验 知道如何诠释一个古人或者古代仙人 即使现在的张志尧和当代的小鲜肉相比已经不再年轻 但是他的风格和独特的气质依然圈粉无数 加上他给观众呈现了多部经典作品 因此他还是收获了不少网友的认可的 生活中的他也和紫英真人一样静谜无声 总之 小编很欣赏这位白发美男子 03 惊艳众人的反派朱一龙 说到朱一龙最经典的代表作一定是他和白宇主演的镇魂了 这也是他的以一举成名备受欢迎的出圈作品 而这里面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剧情 更是朱一龙的人物设定和人物造型了 虽然白发在很多古装剧当中都会出现 但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驾驭得了白发造型的 而朱一龙很好地诠释了满头白发的反派 但这个反派却让人又爱又恨 一出场朱一龙就是白发造型搭配他极具深邃的眼眸向你走来 网友们留下谈目纷纷刷屏梦开始的地方 毫不夸张 小编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也被朱一龙深深迷住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剧中的形象里走出来 而朱一龙凭借这部电视剧大火的主要原因除了他本身的演技过人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朱一龙和剧里的他的人物形象适合配非常高 而且他的白发造型不仅没有让人出戏 反而有一种惊艳时光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朱一龙在剧里如此出彩的关键 总之 演员除了要选择一部好剧本以外 还要在一些细节之处下功夫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可以在符合人物形象的同时适合给自己的造型做一些细之末节的调整 说不定反响俱佳 当然一定要和演员本身有极高的适配度才行 这样才是加分项 零四 永远的东华帝君 高伟光 说到白发造型当中最帅气的角色 高伟光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饰演的东华帝君一定要拥有姓名 小编可不允许没有人看过这部电视剧 而在这部剧当中除了主角以外 最出彩的角色就是东华帝君了 虽然他不是主角 但是他的白发形象却可以让不少观众铭记 说明角色和演员互相成就 而最令观众惊喜的就是他最开始出场 伴随着东华帝君深邃的眼神 以及白发飘飘的造型 让屏幕前的女生朋友和凤九一样花吃起来 不得不说 高伟光的白发造型真的很有代入感 仿佛他就是东华帝君本君了 就连很多原著党看了高伟光的造型后也对他赞赏有加呢 一方面是因为高伟光本身就是新疆人 加上他本身就非常硬朗的五官给人一种精致立体的感觉 加上白发飘飘的造型贴合人物形象的同时 也给观众全新的视觉感受 这也是为什么高伟光的白发造型能够大受好评 并且出圈的重要原因 零五 仙人风骨温克行 龚俊 龚俊这个演员应该算火得比较慢的 在拍摄山河令之前也出演过不少电视剧 但是热度都不高 直到山河令的大火也让这位谦逊幽默的演员龚俊被更多人看到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龚俊尝试了很多造型 但大结局的白发造型却让无数观众沉沦甚至难以忘怀 这对初次尝试白发造型的龚俊来说也是莫大的挑战 如果反响不好说不定还会被不少援助党谩骂 但没想到白发造型一出场不仅瞬间将观众带入到角色和情境当中 而且白发造型的龚俊也比其他造型更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也让龚俊白发造型登上了热搜 可见大家对他这个造型还是非常满意的 其实龚俊的白发造型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在于 他的脸型与白发这个颜色有很高的适配度 白发的他不仅显得更加清冷俊秀 还给人一种一破碎的感觉 这也让观众对这个角色更加心疼 从而对龚俊本人产生好感 人物设定加上形象造型都很讨喜 因此观众对龚俊这个演员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06 超凡脱俗的白发美男子于朦龙 于朦龙也是一个经常出演古装剧的演员 因为他本身的长相就偏向古典气质风格 因此在一些古装的扮相上给人一种儒雅且气质脱俗之感 尤其是他的白发造型更被网友称为四海八荒第一美男子 其实于朦龙在美部古装剧中国扮相都很成功了 但是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轩辕见之汉之云饰演的黄斧木云一角了 尤其是他的一些侧脸镜头更是刷屏无数 因为他确实给人一种儒雅气质 白发造型的他就好像刚下凡部沾染任何烟火气息的仙人 这部剧中的于朦龙能够大火其实是有机可循的 首先他的脸颊偏修长 五官也十分上镜且硬朗 给人一种东方道长或者仙人的气质 因此白发造型与他有着极高的适配度 配上飘逸的白发完全就是仙人下凡且清秀俊逸的美男子了 难怪当初于朦龙可以凭借这部剧圈粉无数呢 零七 幻雪国皇子冯绍峰 虽然说幻成电影剧情反响频频 但是剧里的人物形象和造型是真的好看啊 除了马天宇扮演的幻雪精灵王子殷空士以外 还有他哥哥冯绍峰饰演的大皇子也颇受大家喜爱 因为是兄弟俩的设定 所以他们都搭配了一席白发造型 而且欢迎们对两个人的评价都很高 因为冯绍峰和马天宇的脸型都很优越 加上他们的五官气质也很贴合古装剧人物形象 白发的造型反而给观众一种若即若离的视觉效果 和人物形象以及故事背景也有极强的呼应 和马天宇饰演的阴空士大有不同的是 这位幻雪帝国的大皇子哥哥偏儒雅随和 而弟弟则是比较帅气清秀的 总之两兄弟不仅演技在线 颜值也是妥妥在线的 08真实版剑魔脸 罗云熙 罗云熙也是一位经常出演古装电视剧的演员 但其实真正让他出圈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白发造型的他 前段时间罗云熙在自己的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则 白发变装视频瞬间获取了几千万的浏览量以及三百多万的点赞 而且还让他的白发造型冲上了热搜 很多网友在下面评论真实存在的GG剑魔脸 因此很多有才的网友还将他的脸披在一些古装的手游当中 因为他的三挺五眼非常标准 加上他白皙的皮肤完全符合一位古装美男子的人物形象 一直以来罗云熙古装剧里的角色都是偏清冷风格的 即使他出演反派也让人恨不起来 甚至还被网友称为美强惨第一人 因为他的外观就给人一种易碎感 也让不少观众动容 在剧中他落泪也让不少网友直呼心都碎了 除了戏里的白发造型让人眼前一亮以外 穿着现代装的罗云熙顶着一头白发也很有氛围感 搭配他那毫无死角的精致脸庞简直是锦上添花了 不得不说白发现代装的罗云熙更有活力感了 也给人一种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神济世感 难怪那么多女生迷他呢 09 相貌平平的美男子 杨阳 小编在上文说了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适合白发造型的 像前段时间大火的且是天下中杨阳的白发造型 就让不少网友吐槽不好看 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发套不好看 所以杨阳才驾驭不了的 虽然说杨阳这个造型确实不如现代装出彩 但也不至于到辣眼睛的地步 所以说演员不仅要和人物性格贴合 在一些细节之处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不能为了还原而还原 这样只会毁坏读者心里的那个形象 其实杨阳和这些白发造型如此不搭的重要原因在于 她全程都过于端着了 可能是觉得人物形象是古人 所以行为举止要严谨端庄一些 但是端庄并不意味着全程紧绷 过分在意自己的姿态 在屏幕前反而给观众不自然或者很刻意的感觉 不仅自己感到累也让观众感觉窒息 杨阳不仅在这部剧当中有这样的毛病 在其他现代剧当中也有这个通病 为什么她会端着演戏 这和她之前是军人有一定的关系 在很小的时候杨阳就开始练习军姿保持完美的仪态 因此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的 往往都是全身挺直的状态 除了腰板挺直以外 她的脖子也会发力 这样也给观众一种自信有精气神的感觉 杨阳小时候养成的习惯长大之后就很难更改了 所以她戏里戏外都是全身挺直的状态 很少看见她全身放松 戏里挺直就会给人一种端着并且不自然的感觉了 也这是因为杨阳的全程紧绷式的表演 就算是再好的剧本也无法挽回观众对她在剧中的表现的评价 当然这也是她在剧中白发造型不够出彩的重要原因吧 10. 无力吐槽的白发造型 王赫帝 其实王赫帝在出演古装剧《玉龙》之前还演过江夜的 而且她在这部剧中的黑发造型是配度很高 也让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 估计王赫帝想在造型上有新的尝试或者突破吧 于是在《玉龙》这部古装剧当中的出场就是一席白发造型 相比于江夜中的黑发造型 这席白发不仅没有给人眼前一亮 甚至到了无力吐槽的地步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是的 有 在这部剧当中 王赫帝的假发看起来就很草率 就连观众都能看得出来是贴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是贴的 但是造型师能不能走一点心 除了假发很潦草以外 戴上白发后的王赫帝五官就像被紧紧地牵住了 所以剧里的她五官状态是这样的 全程紧绷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被白发支配了五官 可见现在的古装剧有多么不走心 不仅演员演技有待加强 浮画道具组也这么敷衍了事 简直是没有把观众放在眼里 难怪这部剧口碑频频的光是从王赫帝的白发造型上就让人无比出戏了 从屏幕里都可以看得出来假发的毛造和塑料感 这样一对比突然发现洋洋的白发造型还是略胜一筹的 但他们两个人的白发造型都没有给演员和人物形象加分 可见造型的适配度对于演员来说有多么重要了 而王赫帝还是不要再尝试白发了 其实江夜里的黑发造型还是很惊艳的 白发确实不适合她 结语 有人凭借一席飘逸白发经验时光并迅速出圈 也有人因白发造型被观众吐槽 虽然演员要不断贴近原著和人物本身 但是实做一些细节上的调整或许反响会更好 就像不是所有的演员都是和白发一样 所以想要打造白发先人的设定还是应该严谨一些的 屏幕前的你们还知道哪些经验时光的白发美男子吗 欢迎留言补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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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